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题上是包有防色色的塑料薄膜 当时在预定景品的时候是有一个明信片的特点 例如说造型是相当的还原 完全就跟从动画里走出来一样 那景品的各处细节 网络头部开始看齐 在面相的刻画上 title是从来没有让玩家失望过 五官的细节刻画依旧是那么的精致 这个爽朗的笑容是非常的治愈 法丝的细节热度整体还是蛮不错的 但是我手里这款在左侧的毛发是有非常多的毛刺 本管的头发是实色涂装 发烧处是没有透明渐变 头顶的发饰是一个独立的分件 除了褶皱和细节纹理以外 还有着工整的分色涂装 服饰的造型和剧中形象保持了一致 上衣和裙子是身前不同的两种塑料成型色 服装的细节主要都集中于上半身的深色外衣 胸前的围裙是一个软胶零件 上面有着自然的褶皱刻画 裙摆随着身体的动势也是有着相应的丰富细节 同时上衣和裙子也有着不同质感的细节纹理刻画 所以哪怕都是塑料成型色 也没有感到有丝毫的廉价感 在腿部上是有一层消光漆 摸上去手感十分顺滑 合摸线有很好的隐藏在腿部后方 手部和脚部的细节刻画也是非常的精细 这个食品级的小脚采出来的葡萄酒啊 喝着才放心 配件当中是附带有一块黑色磨砂的透明地台 上面印有符合角色主题的华文图案 那看完了本款景品的全部内容 最后我们来进行下总结 商品发售日期23年的5月份全高18厘米 国内新货价格0.9张上下 目前有国产刀版 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 总的来说本款景品的做工素质表现还是蛮不错的 相比之下细节量也是较为丰富 因为现在表现呢更不用多说 喜欢伊莲娜这个角色的玩家 千万不要错过本款景品 那以上就是本期我们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记得多多点赞 我是王王 如果有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